想请教你 我们都知道 应光大师 是大师至菩萨的化身 也就是说 他老人家的一举一动 都是世人的榜样 典范 记载中提到 应光大师 亡生前 六生小病 然后念佛亡生 我的疑问是 为什么他老人家 不世线 毫无疾病而亡生 他那个亡生前的 小病的世线 究竟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个启示 很重要 如果 他世线完全没有病 欲知识之 很自在的 或者是站着 坐着往生的 我们会想到 他不是凡人 我们走不到 他实现的样子 完全跟凡夫一样 生病念佛还可以往生 那我们大多数人走的时候 都会生病 他这个样子 就给我们做了个好的模范 好的榜样 我们会想到 他能做到 我也能做到 用意 在此地 祝福菩萨的实现 一定要实现 跟他所度化的众生 同等的境界 这才能有效果 如果他实现的境界很高 不使一般人做到的 那他来这趟就败来了 用意在此地 这个是 所有诸佛菩萨的实现 都会掌握到这个原则 很少有例外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